美国太空总署最近发布了全新的猎户座星云图像 揭示了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节 这张由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猎户座星云恒星形成区的图像 是一个45亿年前形成的类似太阳系的环境 在猎户座星云的中心 可清楚看到T型星团的年轻大质量恒星 通过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形成了尘埃和气体云 新的图像揭示了星云内部的许多结构 包括一个被尘埃和气体包围的中心圆恒星 行星就在其中形成 新的发现将有助于科学家了解 银河系在行星演化的最初100万年里都发生了什么